這邊的話是我們的宮廷火焰椰子蝦 這是越南當地做在宮廷上 火焰還會有出現的料理 它是用我們整棵的椰子 然後現火之後 然後再加入我們的藍鑽蝦 然後它就一起做燉酒 雖然說很樸實 可是在越南是一個很正式的料理 具有代表越南性的一個菜色 這邊呢 讓我們做個點火 做點火 當我們在燃燒的時候 它不只會帶出這個椰子的香氣 它有一個加熱的效果 可以讓我們的椰子吃起來的話 會比較爽湯一點 會吃起來涼涼的 肉質非常的Q彈 那這藍鑽蝦呢 它是生長於這個紅海的領域 它這個肉質跟蝦膏的含量非常的高 所以你們可以吃得到這個蝦子的原味 那待會我們會附一個小碗 裡面的椰子湯也是值得你們來做品嘗的喔 謝謝